这鸭鱼很多人都做不好 今天我就分享一个在家家常做鸭鱼的方法 做法简单 而且不腥不柴 好吃下饭 首先把鸭鱼去头 清洗干净 主要是把鸭鱼的铁骨血清洗干净 接着把鸭鱼拉一字花刀 拉得深一点 因为鸭鱼的肉质很厚 再撒上少许的食盐 这样的话能有效的去腥 而且煎鱼不粘锅 接着取一块五花肉 然后切成肉片备用 热锅热油 把鸭鱼依次摆入锅中 开小火慢煎30秒 这样的话就不会粘锅 煎好以后把鸭鱼翻面 再煎另一面 全部煎好以后 把鸭鱼出锅 煎鸭鱼的油特别腥 不要用 然后另起锅 加入新油 放入五花肉 煸炒出香味 再加入葱姜蒜 大料 辣椒段 煸炒出香味以后 加入一勺大豆酱 再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半勺蚝油提鲜 再加入一勺料酒 再放入一勺白糖 和一勺陈醋 然后把煎好的鸭鱼 依次摆入锅中 加入开水 没过鸭鱼 盖盖小火炖上半小时 时间到 开大火 把鸭鱼收汁 把汤汁收至粘稠 然后出锅撞盘 这样一道好吃的 酱闷鸭鱼就做好了 以后鸭鱼宰家 你像我这样做成酱闷罢鱼 保证不腥不柴 鲜嫩好吃 这最后还是一句话 您关注我 做菜的时候 才能找到我